Leo聊世紀 天梯中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條隊人對上波斯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6點鐘方向的MBL 選擇了條隊人 條隊人的特色是農田 它的成本非常便宜 所以前期可以撒出大量農田 或者大量的食物 條隊人這個科技 在前期的時候優勢非常巨大 但是它中後期的問題 是肉碼不能升級之外 跟蹤技術也沒有 所以走騎兵路線會很弱 但是不走騎兵路線的話 又沒有主力部隊 因為它並沒有重裝馬弓 帝王時代也沒有強奴三級射 城堡時代還可以勉強打個奴兵 到了帝王時代還是要面臨轉型的問題 那條隊人的後期 還是比較適合打遊俠路線 那城堡時代 可能還是要靠這個戰矛 或是奴兵度過對方的馬弓壓制 或者是對方的騎士壓制的時候 還是可以繼續轉出騎士出來防守 或是槍兵 那整體來說 條隊人在現在的META來說 遇到大馬弓時代 所以城堡時代還是要多打 這個弓兵路線 會比較適合一點 或是走森旅線也是可以的 是全滿的 那麼接下來看一下 波斯人這邊的特色 那波斯人的特色呢 是現在比較 我覺得越做越平衡的文明 而且我覺得這也是非常適合 新手玩的文明 因為這個文明呢 它的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 每隨著時代會有所提升 只要你應付波斯的TC不斷村的話 基本上你玩其他文明也會不斷村 在西地國裡面不斷村 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斷的製造村民 那波斯人的村民的製造速度也比較快 所以波斯人他在前中後期的經濟都不錯 而且初時黃金的食物也會比較多一點 那波斯人呢 打法比較偏向於騎兵路線 他的薩瓦爾是遊俠的特殊升級 攻擊速度比遊俠快0.01的樣子 所以最後呢 波斯的薩瓦爾會多遊俠砍一刀的樣子 多0.01啦 不是多0.01 差的有點多 那波斯人呢 他比較特別的東西是 安協人戰術可以在城堡是在研發 所以如果遇到大量槍變時候 波斯人是可以考慮出重裝馬弓的 然後再配上波斯戰象的一個打法 因為通常對方出大量槍兵都是防馬 或是防這個波斯大象 那如果你出重裝馬弓的話 就可以防守這個打法 但是對方只要出戰毛兵 也可以擋住這個戰法 所以來說這個遊戲還是相當平衡的 那波斯人呢 後期比較尷尬的事情 他是沒有生旅科技的 生旅科技是非常爛的 甚至連這個救贖思想都沒有 所以大部分的情況還是要透過這個城鎮工信的工作效率 去獲得大量的經濟增長 才可以用錢砸死對手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好 目前地圖看到左邊這裡有一塊黃金 右邊這裡有一塊 那黃金的部分看起來比較糟糕的是偏前方 但還好這塊金在後面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前期的話稍微微一下就ok了 稍微微一下就微到底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那這邊也是可以直接微到底也是可以考慮的 整體來說對於波斯這邊呢 是一個蠻好微的 但是問題是他的附近要怎麼守 就是要看他的波斯堡壘能不能蓋起來了 來看一下MBL這邊 MBL這邊的地形看起來很糟糕啊 這個主金在前面就算了 附金也是啊 重點是這個前面完全沒有的木頭 這邊對於MBL的時候防守是壓力非常巨大了 待會要圍架的話可能只能這樣子小圍一下了 小圍小圍 然後這邊圍過來 超圍圍過來 圍到底 不管怎麼圍都是很難圍的 直接敲了一個均勻在空地上 我們看一下MBL的視角 他一定覺得很納悶 為什麼我家門前都沒有木頭呢 好 兩邊一三級就開始互打啊 推路推推 結果波斯人打贏MBL的肉馬了 還好這個斑馬沒有回家 趕快吃一隻 最後一隻斑馬吃掉了 好 MBL直接點下一農銀幕 要來打一個防守反擊出肉馬 肉馬第一時間沒有打算要出到三隻 所以會點下一級農田 那如果不點一級農田的話 肉馬的數量就可以一直按 按到三隻 或是兩隻喔 都是沒問題的 好 但是這裡有補槍兵 所以這邊肉馬的出來時間會更慢一點 C力國的前期喔 就是我們的緊湊喔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很多新手 會在前期被打怕的問題喔 因為大部分新手 並不知道 C力國前期就是要玩得這麼緊張刺激了 資源一定要用到乾掉 而且還不能斷村民喔 所以你要先預判你的資源的採集數量喔 你才可以預判你自己這一村按下去 後面會不會斷馬 阿如果會斷馬的話 是不是要防守 阿如果要防守的話 是不是就不能出門 好 所以這個事情呢 是對於新手來說 是很難掌控的一件事情喔 好 那現在MBL這邊只能防守 因為他很知道 我點了一農銀幕 在家裡防守比較輕鬆 或是這個天生呢 就有這個優勢喔 這個肉的優勢 所以現在呢 他的肉類會比較更多一點喔 那最重要的事情是 他現在防守來說壓力很大 而且地圖也很差 肉麻的數量要再多按一些才行喔 好 但是MBL的經濟 待會喔 有可能會比這個波士人還好 但是波士人現在已經有村民上的數量優勢了 可以看到這邊已經領先了兩隻村民了 波士人就算不擊殺對方的村民 還可以擁有戳民數量的領先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很適合新手玩的文明 不只可以練到基本功 就算你跟對方對摟 你還是處於一個領先的狀態喔 好這個就是波士人最可怕的地方 OK 那現在波士補到了五隻馬 轉出了工兵 MBL這邊沒有轉攻 現在他完全沒有機會到對方家裡看 這邊兩邊互打 殘血肉麻拉走 操作一下 沒問題 到這裡要小心喔 OK四隻肉麻殘血 好 畫面槍兵出來 要不要戳一下 戳戳戳戳戳戳她戳她 戳不到 OK 那現在MBL 繼續按村民 這裡的話熔田應該會補到20片田左右喔 因為待會上城堡時代 不管是要打戰毛兵或是打騎士 都是很好用的 那為什麼要打戰毛兵呢 是因為條盾的這個弓兵路線 本來就不是那麼強 但是走防守是走這個3TC開農 或是戰毛轉騎士 騎士作為正面進攻 戰毛防守對方的馬弓 或是弓箭手 都是很適合的一個策略 好 所以這個鐵呢 一定要拉起來 MBL這一波打得很漂亮 先集火了殘血的肉馬 結果自己的肉馬全部殘掉了 還沒有被擊殺 這個就是頂尖高手的細節控制啊 好 這波繼續追一下 上面回襲 好 右邊 這個小溪 趁著追不上 好 沒什麼毛病 現在MBL肉馬繼續補 或是這邊後面有洞 可以流進去 好 那是MBL家裡也轉出了弓兵 先轉毛病吧 好 先轉毛病 這裡轉弓兵 不太明智喔 而且會拖到 這個黃金 現在要趕快把黃金拉起來 唉唷 點品種 MBL 起了殺星 他這裡 他這裡 要直接一波 帶走波斯人的軍力了 因為他看到波斯人這裡 爆了太多的兵了 他覺得這一波 勢必要打起來啊 所以這邊補下了品種 以及馬鎧 還有一弓 傷害補下 要看一下這一波 硬吃嗎 工兵在家裡 波斯人這一波 壓力很大 好 MBL跟波斯人都點下了輪軸技術 OKOK 這裡射倒了 打死了一隻肉馬 MBL點下了一擊射 轉出了弓兵 OK 那這邊就可以轉弓兵了 你對方跟你打封建 你就可以盡情地轉弓兵 好 右邊有一隻肉馬 現在沒有什麼機會可以打架 現在打起來兩方都一虧 MBL一定要找一個好時機 開打 好 這邊再稍微圍一下 不要讓對方一直溜進來 波斯這邊的決定很正確 好 落馬去MBL家裡騷擾 這波騷擾又打到東西了 好 但是這邊有蓋箭塔 應該還可以 再稍微圍一下 好 結果打一打 決定要回頭嗎 因為毛兵來了 有毛兵壓力很大 但還好這個毛兵沒有一擊的 攻兵鎧甲 被攻擊手射有點痛 扛不太住 好 波斯趁亂點下 城堡時代點下了一擊挖進 攻兵路線應該會繼續走 待會騎士也會出來 走一個 攻兵轉奴兵騎士的一個路線 好 MBL這邊 城堡時代也點下了 這個毛兵往前點 再點一下 好 再投一發 毛兵 再投一下 毛兵有打到 好 結果後面 這一隻肉麻 被MBL的槍兵給攔截到 這兩邊 鬥智鬥勇 幹嘛幹嘛幹嘛 這個波士衝動了 衝動了 OKOK 點掉了幾隻 但是數量有點傷 這個打下去可能會虧 所以我才說他衝動了 這邊硬點的話可能會很傷 好 城堡時代上去 二級射 奴兵 去對方家裡繞 直接爆炸 那家裡 要轉騎士防守 還有工程器製造所嗎 波士人這邊防守方法有很多 蓋TC 蓋BK 蓋修道院 都是很好的防守方法 趕快出門去弄對方家裡 最重要啊 好 家裡按類之騎士 開始按了 好 沒有轉奴炮 好 來了 直接戳掉一匹馬 波士的刺頭先去前面探路 看一下你哪裡好打 看來是要先抓石頭礦的村民 但是MBL也知道 你這邊是過來的 我沒有看到你的奴兵 你應該是過來弄我了 好 洛馬要直接進田裡面開打了嗎 沒有工兵我就往前 這裡硬抓了一村 MBL只損失一村 好 但是 波士人村民處已經領先了 四村 左右的村民了 哇 這裡還抓掉兩村 村民差距開始被打出來了 MBL家裡趕快補TC防守 好 直接升戰毛兵 二級色 戰毛兵二級色 然後騎士 之前有觀眾在問我說 為什麼不推薦新手玩橋盾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橋盾 城堡時代不打戰毛兵 只打騎士的話 你往往很難打出優勢來 這邊跑得太慢了 而且如果新手一旦熟悉了 這個橋盾的農田便宜的情況下 就變成橋盾的農田形狀了 再去玩其他文明會非常不適應 所以橋盾實在是太特殊了 雖然他能力有些很好 是比較獨一無二的 例如全體抗招翔之類的 他有農田便宜這件事情上 但是就是因為他太特殊了 所以玩起來也不是那麼的容易 好 那現在 工兵直接全部拿下了嗎 好像有機會喔 兩隻肉麻的傷害力並不是那麼的高 這裡工兵再去耗下去會全部損失掉 欸 這裡怎麼又不走了 直接拉回去了吧 好 還在秀 NBL想要吃光 好 回頭想要打下洛馬 但是騎士來了 工兵最後只剩下八隻 NBL左邊這些兵還在弄 但是戰毛兵已經全部砍完了 現在3TC開農 先轉戰毛防守 僧侶 修道院補了嗎 我們看一下 修道院有沒有補喔 沒有補修道院 好 那這個就是很標準的條頓遇到一般的馬國 會盡力的劣勢狀況喔 好 這裡直接補個大學跟修道院 這裡先偷了農田再補修道院 NBL你真的是偷啊 好 好 這裡騎士也不出 直接出戰毛黨 然後等修道院 好 跟這個大學好了 但大學是要點什麼呢 還是要來直接升時代 但是這個時間點我們還可能升得上去 但田是真的多啊 NBL是偷了非常多的田喔 35片田喔 好 好 這邊再找計劃 出來蓋好 好 再出來 拖點 繼續弄 點掉了一村 波斯前壓 工程器製造所 安倍了 工程器製造所 要不要補一個呢 好 可以按生女囉 趕快按 先按個兩隻 好 現在被壓制住 有點痛苦 波斯現在是3TC 繼續開農 NBL這邊肉麻怎麼在打農地呢 耗農田 好 現在地上這個房子 要被打破了 好 衝進來 生女第一時間出來 波斯有要先第一時間攔解嗎 沒有 也不太敢攔解 好 生女出來招翔 好 繼續招 沒機會 往上走的話可能會被招 好 誰不敢往上走 往前就往右 個人招翔 這裡再圍一個房子 圍一個馬舅 好 NBL這時候 終於能出騎士了 OK NBL走了一個很標準的 條盾的開局打法 並沒有太奇怪的東西 正常的對應打法 好 那波斯現在 點下了跟蹤技術 還有品種 兩個科技都已經點好了 看來還是要走一個騎兵路線 那走騎兵路線的話 對NBL來說是比較舒服一點的 因為他只要單純抱騎士 就能打贏正面了 當然是沒有比對方有更多的移動速度 所以依舊是沒有主動權 所以可能要搭配生女啊 或是搭配工程器之類的 做搭配組合會更好 好 在這裡勝利招向有機會喔 好 插一下 好 先拆掉這個修道院 三毛兵從右邊來 但是都被 房子看的眼裡 騎士過來抓掉 NBL這一波是不是 走位失誤呢 直接送光 好 納波斯 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遇到馬國 還能轉駱駝 你要出駱駝也行 出遊俠也行 這就是 我最推薦新手玩的地方 轉兵來說 不用轉什麼不均勻 槍兵 你直接一個馬就 騎士 跟駱駝 就可以反制對方的兩種兵種了喔 基本上 護士人就是這麼的舒服 而且經濟又好 好 那現在 騎士的數量來到了 十隻 好 後面的工兵射得很開心 但是有二級馬卡 其實射不太穿 但是對方有高低優勢 NBL在思考了一下 最後還是決定往前 但是戰寶幣沒有碰好 在後面的這邊打房子 工兵趕快點奴兵 後面勝利趕快招翔駱駝 好 招了幾隻駱駝之後 但是正面有點打不太贏 果然還是被駱駝給打爆 波士人的駱駝一直源源不絕的往前爆 這一波交戰之後 NBL的正面部隊全部倒光 這裡騎士趕快出 勝利趕快按 第二個修道院 要不要往後補呢 我看你這時候還可以點個手推車 是不是有點太偷了呢 NBL 你真的是太無情了 好 這波勝利隊繼續招翔 OK 條盾了 近戰一點的防護力的優勢 沒有辦法打出來 遇到駱駝還是虧的 因為駱駝打的是額外增傷 不看你的防護力的 OK 這一波交戰之後 NBL血虧 趕快轉軍營 轉出縱裝長槍兵 開戳了 結果直接來壓寶 波士覺得自己有優勢 OK 你確實有優勢沒錯 有槍兵出來呢 你還有優勢嗎 這一波應該是要避戰才對 但是NBL決定要正面開打 後面僧侶沒有時間招翔 第二個修道院呢 補了 這個第二個修道院補的有點慢 慢了一些 趕快來趕快來 槍兵戳 但是城堡被蓋好了 最後沒有辦法阻止對方把城堡蓋好 這個軍營要取消 可以往下拉走 NBL石頭趕快挖 這裡槍兵先守在這個位置 左邊這個位置 這個鬥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重點是右邊這塊區域現在是相當危險的 這個槍兵基點全部射這裡就行了 好 那現在這根城堡壓制住了NBL的主金 但是還好沒有直接插到這個 挖金的村民了 所以現在外圍還是可以挖的 OK 那現在 波士電影下了帝王時代 NBL喔 村民術已經來到了122村 槍兵的部分來到了13隻 好 工程器製造所 沒有再繼續按衝車之類的 結果這個亮王塔能蓋起來嗎 山女在發呆 但是把孫女給送進去了 上面過來防守喔 進來吃了幾發箭矢 後面這些騎士成功抓到了幾隻村民 好 找到了1次了 真的是只有幾隻而已啊 好 那現在NBL點下了槍兵的 護衛技術 增加於東蘇多了 開始亡亡野外 開始控堵 那條盾人在帝王時代還有個優勢喔 就是他的城堡射程是 失憶力國裡面 射程最遠的文明喔 甚至連工程工程式的火炮都沒有辦法反擊喔 所以呢 到帝王時代 也有這種條盾控圖法 然後再配上遊俠槍兵 的一個路線喔 好 這些駱駝 壓力很大 好 後面又補了一個修道院 壓力的經濟開始慢慢轉好 三攻點下 還是要先囤個遊俠的升級呢 這一圖駱駝還在嘍 好 出來一個回頭 脫蛇人點下的增兵技術 跟清奇兵的升級 好 那個槍兵往前戳 但是戳不到這些駱駝喔 直接被吃光 好 這裡可能要先升大槍兵喔 還是要先升遊俠 重裝騎士還沒有點 因為現在還有40秒的地用時間 好 先轉步兵科技 我還是要先走槍兵吧 槍兵還是要先升 槍兵還是要先升 駱駝的數量是真的有點多喔 好 火石又來繼續蓋堡 繼續空地 好 槍兵這次很好的 擊殺掉了幾隻駱駝 好 護兵鎧甲終於補下了 比較有能抵抗的能力喔 好 駱駝戳掉滿多隻的喔 這一波波斯有點虧 還再繼續按駱駝 那這時候波斯要只能打這些 槍兵喔 最好的辦法就是轉出波斯工兵 是上等的好選項 如果你真的是大傻幣的話 也可以選擇重裝馬功喔 但是我覺得這個情況不太適合 走這個奴兵路線喔 走馬功應該是最適合的 畢竟條盾人他沒有這個移動速度的優勢 雖然馬功少了三功 少了一點傷害喔 但是打槍兵有安息人戰術 還是可以考慮一下的喔 好 就可以搭配 好 波斯人的肉馬配馬功 或是駱駝配馬功 好 現在駱駝 接下來在左邊繼續騷擾 好 波斯的優勢還沒有減少 但是MBL先升上去的並不是走槍兵路線 而是點了三級馬鎧 重裝騎士還沒有點 選擇了刺猴 蛤? 你選擇了走刺猴 怪怪的 好 這裡再來一些毛兵防守下火槍兵 好 MBL被壓得有點慘 一直從頭被壓到底 現在波斯人的大肉馬也準備要提升了嗎 現在肉馬在後面繞 抓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這一波MBL血虧 好 目前對於MBL來說 左右兩邊都是一大問題 家門口全部被壓制住 狂增上的問題也很大 現在走騎兵路線不太理智 趕快先用槍兵升級最重要 有了槍兵就有機會打回去 化學有點了嗎? 化學點好了 等火炮吧 這邊等火炮出來 才有機會反擊的回去 好 現在沒有黃金 四處巨型頭司機都在開閘 波斯的經濟來到了巔峰 自願領先來到了4400 波斯的經濟 搖搖領先啊 好 現在十字火槍 這些槍兵還是要稍微拉打一下的 火槍不夠 好 單槍兵有點損失了一些數量 好 騎兵繼續往前 重裝騎士升級好 波斯繼續壓寶 那MBL這邊要拉騎士過去騷擾嗎 還是 從左邊偷拆家 左邊這裡是他的新希望嗎 偷拆TC 好 在這邊TC有看到 好 也在修 趕快拉些駱駝 駱駝馬過來處理一下巨型頭司機 無人防守巨頭 彷彿在跟你說這個是 這個是免費的啊 歡迎自取 但是 欸 怎麼沒有過去自取呢 因為他這邊想要進攻 好 結果中招騎士 砍破了這一條的防禦 哇 火槍兵 一旦沒有了駱駝跟駝馬的保護 就會被騎士追著打 好 後期的調度人 就是使用槍兵跟遊俠 作為主力的畫面 比較常見到 好 按了幾隻條盾騎士 出來防守一下 這裡巨型頭司機 好 但是被這個料王塔 少戰給吸引走 灰透獸已經來不及 已經貼了上來 完全沒有用 兩隻根本捨不住 OK 無力的 已經拿掉了 好 波斯這裡賣了一堆資源 哇 他居然是直接一點一點一點點按的 不是按Shift 直接賣500 好 賣了一大堆資源 現在正面繼續進攻 駱駝繼續按 波斯人的人口已經來到了上線 安比羅也是 兩邊都是200人口 要來對決了 好 正面這一波 肉馬不動 火槍怎麼往前了 沒有用戰崗模式嗎 切雷要小心 神寶射得到 正面一波 槍兵往前戳 重裝騎士往後拉 火槍兵在後面輸出 槍兵正在瘋狂輸出 打這些駱駝 駱駝還是被戳到了非常多的數量 這一波駱駝有點虧 好 但是波斯的經濟實在太好 感覺真的是要把NBL用錢給淹死了 好 波馬這邊繼續追 我看看這個重裝騎士根本追不到這些肉馬 這就是條盾不適合新手玩的原因 你追不到人家 人家只要用操作就可以把你玩死了 你還追不到 吐了吐了吐了 NBL現在正面扛不住 賣了500肉 換了200黃金 NBL黃金已經來到了極限 原來這個主機一直沒有辦法挖 想要挖就會被射 太難受了 NBL 好 遊俠點下 波斯人有機會一波帶走NBL嗎 這一波感覺有味道了 這一波多欠打得非常漂亮 好 遊俠點下 三攻也點了 最終還是要走遊俠路線 沒有遊俠路線 就是沒希望 這邊又戳到了幾個駱駝 這波戳有賺 後面的重裝騎士趕快防守 那我是覺得 其實NBL可以用大量槍並在農田裡一直來回巡邏 防守能力可能還是會比重裝騎士更好 雖然騎士路線還是可以跑去追 但是一直把主力拿去防守 很難形成一個主力前壓的能力在 好 這些村民一直被槍斃啊 哇 一直倒一直倒啊 好 波斯也算是點下了波斯堡壘啦 波斯城堡 現在這個射出來的子彈喔 都是火槍子彈 非常的坦 這個城堡一旦點下了 攻城是非常困難的 好 現在中午轉出了火炮 要開始給對方壓力 不然剛剛沒火炮 根本沒有機會攻城 只要讓對方跟你打正面 NBL才是有機會的那一方喔 可是我覺得這把雪球被波斯滾得有點大了 這個金一旦被控制住 又拿回來真的不容易啊 這兩塊一金真的是很糟糕 完全沒有木頭 對方隨便建築都蓋在你家門口 人說NBL這個是超級大爛圖 NBL這邊突然打出了GG 我們恭喜波斯人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果不其然波斯人 真的是太舒服了 火槍還有這個駱駝 輕輕鬆鬆解決 那為什麼波斯人不走馬弓呢 因為地獄時代少了三弓 所以他沒有考慮 直接選擇了火槍 火槍路線的話也是比較直觀一點喔 遇到槍邊的話有火槍 遇到遊戲的話用駱駝 但是這個打法比較考驗這個操作喔 那如果以新手的情況下來看的話 直接走駱駝配馬弓喔 也是比較好打一點的 機動性更好一些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喔 經濟的部分就是由波斯人拿下資源上的勝利喔 小多人死亡有贏 但是輸掉了比賽 但是沒有辦法 資源還是輸的有點多喔 那我覺得NBL也是算撐蠻久的了喔 這種地圖還可以撐到帝王時代 如果是我的話 應該封建或是城堡就沒有了喔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小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